外交部正式公佈 國家主席習近平都應英國女王伊利沙伯儀式的邀請訪英 105天 馬Sir,細節方面如何? 預視到驚慌合作會有甚麼成果呢? 這次英國方面很高規格邀請習主席訪問 而且如果我們看回 在過去十年 今次是第一次有中國國家主席訪問英國 過去我們都見到 是早里級訪問英國 同時如果以單一的國家訪問 都是比較少見的 一般作為國家主席訪問的時候 可能一次過都會訪問幾個不同的國家 這更加印證了 中國非常之重視有關這次的訪問 由於英國在整個歐盟裡面 佔有一定的一個重要位置 所以中國今次也明確講究 希望去到英國的時候 會簽署一些包括重要的 包括高鐵、核電等的協議 以至在倫敦發行人民幣的債券 因為暫時來說 只是香港有人民幣的國債進行發行 將英國定為在中國的另一個離岸人民幣中心 既可以提升人民幣的法國部分 同時也可以加強中英方面 在金融方面的合作 用外交部的語言來說 就是希望用這個作為一個切入點 提升兩國的關係 而在現在已公佈的安排裡面 我們看到習近平主席 將會在英國的議會裡演講 也出著白金漢宮的宴會 以至乘坐王家馬車等等 同時也計劃訪問唐人街10號 以至亦仿效在去年訪問美國的時候 去了莊園和奧巴馬的會面 所以這次可能安排一個 英國版的莊園會員 希望提升兩國的關係 如果我們單是看回 較早前習近平主席訪美的時候 一口氣訂購了300架飛機 所以數額達到280多億美金 所以這次英國也希望能夠爭取到 是一個來自中國巨額的訂單 當中按照英國傳媒所說 大概有兩大項目 可能在這次裏達成協議 其中一條是有關高鐵 是由倫敦去到白明漢 原先這條鐵路 需要一個小時二十一分 如果能夠興建到高鐵的時候 可能縮繫到不用五十分鐘 這個行程就可以達次了 同時也是英國的財相 期待著北京參見 這個殷克利國的核電柵 估計投資總值達到250億美金 英鎊是這麼多的 所以其實英國也非常期待 這次是習近平主席的訪問 對習近平主席來說 這次也選擇了 在曼徹斯特城方面進行的參觀 如果大家有印象記得的話 習近平主席記是足球的愛好者 以及以中國球員來說 曾經有球員孫繼凱 曾經打過英招隊的曼徹 這次會不會在行程裡 加插有關的情況呢 這純粹是一個猜測 但是習近平主席 這次這麼重視英國的訪問 我相信也和他推動一帶一路的建設 以致中國如何加強和歐盟方面的合作 最近我們看到美國和日本方面 總共12個國家達成了TDP 所以這次的行程 對未來抗衡也好 或者應對也好 這些有關的來自美國的圍堵 都是有一定的套用 同時英國來說 暫時是最多華僑最居的地方 估計有時候65萬人這麼多 當中七成是來自香港 所以這次訪問英國的行程 對整體來說 對習近平主席怎麼樣 走出去的戰略來說 那個意義是非常重大 而據英國傳媒那裡 也有些花碎的報導 講到這次兩國外交人員 進行國事訪問安排的時候 也都是五宴方面的菜式 是有一些挺有趣的傳聞 因為現在的時節 正是多寶魚和龐蟹最當做的季節 但據說中方人員 就拒絕了 就說遠距了 在五宴的時候 就吃多寶魚和龐蟹 可能就認為 在這些禮節場合 就拿著鉗去吃蟹 就可能就不太方便 但無論如何 各方都期待著 今次的訪問裡面 既可以提升中國的角力 也都可以在外務上面 打出另一片天地 我們來看 了解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